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來講一下 時光之巔復刻的奇境冰封洞圖 這個奇境開場的時候 我們會有個冰魔 冰魔會移動到有點燃火盆的地方來做熄滅 所以我們需要注意一下步驟來引導冰魔 回到我們右下角的法陣即可通關 就是這個右下角的位置 好那其他的部分應該都還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一開始我們是在地圖的左下角 然後我們往左邊這邊點一下這個火盆 再來我們往左邊推過去 這邊的話點左邊的砲台 再來我們點地圖中間的這個火盆喔 這邊先拿一下寶箱 然後再來點我們右下方的這個火盆 然後這邊把怪推過去 接下來我們直接往左邊推過去 接下來一樣往左上方這邊推過去 然後點我們的這個砲台 好這時候我們先拿來我們這邊的寶箱 再來我們往上方這邊 右上角這個部分點這個砲台 再來點右邊的砲台 這樣子我們就有結冰的湖面可以走了 接下來我們先到左下角這邊把他推過去 好然後再到左上方這邊推過去拿寶箱 好接下來我們往右上方這邊推過去 再來我們點一下火盆喔 然後跟機關 然後最後的話再來點最右邊的火盆 好這邊一樣有到路了之後我們左邊這邊推過去拿寶箱 再來一樣點我們中間這個火盆喔 好然後接下來右邊這邊啊 我們這邊都有寶箱嘛 還有一些怪物我們這邊就直接推掉 然後拿一些遺物這樣子 我們好像也是一 backgrounds 我隨便一下 嘛 我隨便 Ig Male玩 再來一件事 然後 tässä為甚麼 1.3 接下來這邊全部都推完了之後 我們點火盆 再來的話我們直接點 左下角的這個火盆 然後再來拿這個寶箱 之後我們到最右邊這邊 我們推過去點這個機關 再來回到我們地圖最左下角的位置 我們這邊直接發射砲台 這邊的話最後面我們這邊推過去就打完了吼 接下來再拿一下這個寶箱 然後我們就直接推過去吼 我們這邊也有出現現實禮包嘛 代表我們這個探索就完成了 然後這邊按結束探索 我們來看一下進度 這邊一樣都有囉 那我們這個冰封動毒就打到這邊吼 其實引導冰魔應該還有其他的方式 但這個話是我自己比較習慣的打法 就跟過往打這個奇境也是一樣的 就給大家當作參考 那影片就到這邊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